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协会SEAJ,11月下旬公布的10月半导体制造设备初步数据显示,日本制造设备销售额含出口,环比9月的2987.38亿日元,下降3.7%至2875.4亿日元,比去年同期10月的3470.54亿日元,下降17.1%。 这是日本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连续第五个月同比陷入萎缩,也是连续第五个月月度销售额跌破3000日元,跌幅虽较前一个月份下滑21.6%有所减小,不过已连续四个月出现两位数百分比降幅。 2023年1月至10月,日本晶片设备销售额为2兆9886.41亿日元,较去年同期3兆2096.08亿日元,下滑6.9%,不过仍创下历年同期历史次高水平。 另外,该协会公布的FPD及Flag Panel Display平板显示器设备数据显示,10月FPD设备销售额144.59亿日元,环比9月的137.18亿日元,增长5.4%,同比去年10月的455.84亿日元,骤降68.3%。 近日有消息称,台积电除了建设一厂、二厂之外,还计划在日本设立第三座晶圆厂,进行300米制程生产。 台湾晶圆光照再聚厂商加登董事长邱明前表示,将跟随台积电海外建厂步伐,计划12月赴日考察,未来将在美国、日本两地二选一建厂。 加登目前是台积电、英特尔以及中国晶圆厂客户的关键供应商,其EUV眼膜传送盒UVPod前开式晶圆传送盒FOUP在供应链皆是龙头。 近年来因地缘效应,加登2023年8月宣布联合9家台积电供应商,赴美打造半导体本地供应链联盟服务客户。 邱明前表示,不仅美国客户担心供应链中断,中国客户也担心贸易战禁令,要求加登在中国设厂。 但是近期也需要评估是否需要跟随大客户在日本设厂。 邱明前称,台湾半导体积累了30年经验,有非常高的弹性、效率,但要复制到海外相当有难度。 他举例称,近日突然接到客户电话,称找不到工程师,于是他立马打电话给副总,一路向下交办下去处理。 这样的工作文化在台湾习以为常,企业愿意加班,但美国每周休息两天的文化无法做到。 加登还表示,除了主业之外,还将正式跨入半导体分析仪器领域,投资台湾专家成立的艾斯分析仪器公司,投资金额9000万元新台币,持股35%。 与此同时,台湾被动元件大厂国具英勇宣布,已于2023年11月1日,完成对法国施耐德电机高阶工业感测器事业部Tele mechanic sensors 的收购。 双方在各项整并及交割作业完成后,已正式完成收购。 国具此次收购于2022年10月宣布,以现金方式进行,总价6.86亿欧元。 本次收购,将落实国具持续聚焦高阶立机型领域的营运策略,进一步拓展高阶设计及高阶应用的产品组合, 并提升国具在全球立机型零部件解决方案供货商的市场地位。 Tele mechanic sensors 是全球领先的关键机电与电子感测器设计、开发及解决方案的专业供货商。 其过去三年的平均年营收约为3.3亿美元,平均年营收增长率为5.5%, 其中约有70%的营收来自于北美洲及欧洲等高阶市场,销售据点遍及全球21个国家, 并与法国、美国、墨西哥及印度尼西亚拥有5座生产基地。 Tele mechanic sensors 拥有超过90年的经验, 已有多元化的感测器解决方案组合。 产品包括高阶极限开关、近距离感测器和压力感测器等, 被IoT电子量测、工业自动化、基础设施等领域广泛应用。 国居2023年10月合并净营收90.62亿元新台币, 环比减少4.2%,同比减少7.6。 累计1至10月合并营收893.08亿元新台币, 同比减少12.5%。 国居表示,此次收购施耐德Tele mechanic sensors 事业部, 将成为国居公司进一步提升在感测器市场地位的重要里程碑, 亦将成为国居公司在高阶立即型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, 使国宏团的感测器产品组合更具完整性。 双方拥有高度互补的产品和客户, 可加强国居在欧盟的渠道布局。 凭借国宏团多年的国际性诟病与整合经验, 并通过创新的感测器解决方案的持续扩充, 进一步深化与全球公规客户的紧密关系。 并据其他台湾半导体厂商透露, 连电、世界先进及利基电等晶圆代工厂, 近期针对IC设计提出多元化让力借单新模式, 包括绑量不绑架、延伸头片量等策略。 IC设计厂商估计, 指标厂率先降价, 其他同行势必跟进, 虽不同产品与制程幅度不同, 但估明年首季晶圆代工价格平均降幅应达10%至20%左右。 除了这三大晶圆代工厂外, 近日多家IC设计厂商表示, 台积电2024年针对成熟制程将恢复价格折让。 据悉,台积电报价稳定, 较少涨价或降价, 通常只会提出各位数百分比的年度折让。 台湾经济日报报道称, 台积电在相隔三年后, 明年将针对部分成熟制程恢复让价, 让价幅度在2%左右。 另有IC设计厂商透露, 台积电提供的让价方式, 是在一整季的头片完成后, 用下一季度的开光照费用来寄请抵免。 IC设计厂商指出, 台积电的部分成熟制程恢复折让, 虽然没有直接降价, 但仍具有代表性, 或将会对其他同行报价增加压力。 不久前有消息称, 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厂商, 面临产能利用率六成保卫站, 传出连电、世界先进及利基电等厂商, 为提升产能利用率, 大砍明年首季报价, 幅度达两位数百分比, 部分客户降幅更高达15%至20%, 借此削带工价换订单量。 业界指出, 即使近期PC手机市场出现回暖, 客户考虑通膨等败债便因仍大, 尤其过去一年几乎都在轻库存, 厂商担心再次陷入去库存化, 因此头片依旧保守, 晶圆代工厂因此加大砍加力度, 避免订单流失, 从而导致产能利用率更差。 根据日前业绩公稿, 台积电10月合并营收, 约为2432.03亿元新台币, 较上月增加了34.8%,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5.7%。 2023年1至10月, 累计营收约为17794.1亿元新台币,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3.7%。 台积电第三季度营收5467.3亿元新台币, 同比下降10.8%, 环比增长13.7%。 第三季度净利润2108亿元新台币, 同比下降25%, 环比增长16%。 台积电正加速迈向2奈米。 根据MoneyDJ报道, 位于新竹宝山的台积电工厂, 预计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安装设备, 预计2025年第四季度量产, 初期月产量约3万片晶圆。 由此可见, 台积电在迈向全球最先进制程的路上, 正在加速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